在台上和曾吏 這一段公案呢 我們來談 唐朝的 吳著文喜 禪師 對 這一位禪師 他的一個公案 這個吳著文喜 他本來在仰山的 蕙集禪師的坐下 在那一边学道 然后这个会集禅师 叫他在那一边担任典座 典座是什么呢 典座就是主办的 在这个禅院里面 是这个专职主办的 那如果看看各位 如果你现在到一个禅院去学道 然后好不容易来到了中岭山 我发派给你任务是整天主办 主个三个月 你就会欲哭无泪 你就下山了 那古人不是这样 不论我做什么 反正我反观绝照 总是内在的心情 这个文喜禅师有这样的觉悟 就在这个主办一天一天的组的过程 他慢慢慢慢的 有工程有所进展 像当时这个六祖会人 不是在这个仓库里面 去聪明 有没有 是 人家这样一直冲一直冲 也冲出出席来 是不是 那有一天 这个无召文喜菩萨 他在主办的时候 忽然从这个饭锅的 这个蒸汽上 见到了文殊菩萨现身在上面 那文殊菩萨对他的现身不是第一次 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去五台山朝拜的时候 他也碰到过这个文殊菩萨四线 变化成一个老翁 然后跟他有许多开示 那他当时错过这个姻缘 照理说这一次又看到文殊菩萨 应该是五体投地赶快下来礼拜 然后问问他有什么开示才对 可是这个无召文喜 他没有这样子想 他这个时候拿起他的饭馋 就像这个烟雾中的文殊菩萨打过去 然后他说文殊菩萨自文殊 文喜自文喜 今日你祸乱不得我 你是你我是我 你视线给我 你显现在烟雾上面又怎么样 类似像这样的显现 我过去不是看很多了吗 对我又有什么帮助 真正对我有帮助的我发现是什么 不外乎就我的心性而已 修行就是修我的心性而已 要进步就是我的心有进步 步就是我的性有进步 我的周身造化有进步 其他外在的这一些显现的神机 对我又能够有什么帮助呢 不仅没有帮助 而且有害的还更多 所以这个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我修行要怎么样 要佛来斩佛 磨来斩磨 可是很不容易 尤其已经看到文殊菩萨先生 哇我恭敬的文殊菩萨现在悟中 各位如果你想想看 你今天去登山 来到周永山中年有云露 看到如来佛是现在悟中 你会怎么样 包括这个全部的人匍匐趴下 开始朝拜 请问如来佛对我们是有什么交代 有什么取势吗 还是要给我们什么任务吗 对不对 没有啊 我们是凡惨拿起来往悟中大去 这真是应验那句话 佛来斩佛 磨来斩磨 很多同学静坐的时候都会告诉我说 哎呀我昨天看到什么什么先佛 然后呢 我就在等他不知道给什么开始 叫我如何如何 有的会跟我说 昨天看到了一个不好看的面孔 又如何如何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学学武招文席 果真是武招 名如其人 一点执着都没有 文书来了他也不管 如来活来了我看他也不会管 然后呢这个烟雾中的文殊菩萨 被他用犯铲一打有没有 然后他在那边也如如不动 不过他还在烟雾中嘛 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祭啊 他说苦瓜连根苦啊 田瓜彻地田 修行三大劫 却被这生贤 他说苦瓜不只是瓜苦的 连他那个茎根啊 叶你拿来嚼嚼看啊 也是苦的 都是苦的啦 对不对 他说苦瓜果然是苦的 田瓜呢不只是瓜田 田到那个地都还是田的 在讲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一个修行人 有没有内涵在这时候 真的马上就知道 一个完全以自我的心性 为修炼的主轴的人 他是不会去往外攀缘 管你外面来的是何方神圣 什么人物 我不跟你攀缘的 为什么 对我有害而无益 对不对 如果说你今天在修行 结果呢你无形洲所见的今天呢 明天所看到就是释迦佛 明天所看到呢就是老子 后天所看到的是孔子 都在你身旁都是圣人 有没有 哦那我是何许人也啊 哎呀我肯定是不简单啦 我是粗略达粹的众生的表率 你开始呢就会尾巴慢慢翘起来 所以啊 正神极少 要一直不断视线给一个人看 嗯 极少 那么这一次也就是文殊菩萨 他在考 他考考他历练一下他 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到底会给这个人带来好处还坏处呢 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先佛要视线给人诸多顾虑 所以极不愿视线给人 干脆投胎成人跟你写经典 告诉你个清楚明白 完全写在纸上就是这些三纲五常 就是这些所应该持的心法 日常生活就是应该这样做 我给你写个明白 化成人来跟你讲话 你不要整天疑神疑鬼 整天期盼看那些鬼看那些神 对不对 对 所以古生先行引导我们修行要踏踏实实 往自己的行星里面来 是 那这个人吴昭文喜他修行了很久没有抓到主轴 而今真正抓到主轴了 往自己的里面来你看我文殊来视线他都还不理我 哇 还半掌打我一巴掌 当然这个文殊菩萨是高兴他不会生气为什么 哎呀要碰到这样的人不假外求的人可真少啊 他说果然啊你看那些没有根气的苦瓜果然连根苦的啊 是 你看这个人啊这么有根气啊 你看那个甜瓜连地都是甜的 就我视线给他你看他都还不理我 哎呀这个人求他的心性的意志有多么坚定啊 是这个意思 修行三大节却被这僧弦啊 僧就是和尚的那个僧啊 所以我修行历经三大阿僧奇节 也终于证得了文殊菩萨的果位 竟然今天被这个老生给闲啊 他拿饭嫖打我了 哎这个是在罵他还是恭维他呢 恭维耶 这是恭维 各位你要听这个话的盘相的意思 帮助过好多好多的修行人 最没想到今天碰到一个这样特殊的人啊 怎么特殊啊 哎就连菩萨现身在你面前你连你都不理我 不理我还没关系犯产还打过来 哦你有种怎么样有种呢 你真是知道往内求己的人啊 是 你知道说要解脱靠不得外面的任何人 连佛都靠不得啊 所以佛来斩佛啊 磨来斩磨啊 这个人啊真是了不得啊 有根器 天瓜连根田啊 哎呀我修行三大阿僧奇节 没被嫌过就被你嫌 哎呀我啊 心悦成福甘拜下风 这个就是文殊菩萨跟 吴昭文玺的一段这个典故 是 感谢讲师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一个公案 � healthcare 享受了卡丝尔顾 尽不得我 什么针声 你尽不得我 你尽不得我 你尽不得我